就是说我们要向下追踪的有第二个就是这个36 所以这个改完之后最重要是这个 那其实这边的改法其实跟这边其实差不多 那只是说我要怎么样在这边把这个36 把它改成向下追踪 那道理其实跟刚刚一样 只是说刚刚的写法 你其实是可以把它复制 把这一行复制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上面 但我讲过了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头尾都有双引号 所以你不能把一个字串放在 就是直接放进来就对了 OK那它是一个运算式 所以一般的习惯是 我会先把一个结果先取得 所以会先怎么样 先把刚刚的东西在上面一行贴上好了 那可以把结果先放在一个变数叫R里面好了 所以把这个得到的结果 这个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今天应该是43吧 43先帮我存在R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再把这个变数的结果 帮我丢到这个字串中间 那要把它放进去因为我讲过了 你刚开始不能理解的话 你就是背那个口诀吧 那口诀的话还记得吧 这个口诀背起来我觉得蛮好用的 双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加一个R就可以了 把R串在中间这样就大功告成 然后再把and前后加空白 and前后固定一定要空白 那在Excel的公式里面不用啦 不过在VBA里面一定要 这边OK了 那这边也记得要 那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比较特别 因为它这个36刚好在最右边 因为右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文字了 所以如果假设它右边没有其他的文字干扰的话 那你很简单 直接把36先delete掉 然后在双引号外面加一个andR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边加一个空白 and前后一样加空白 特别注意喔 如果它的最右边已经没有其他的文字的话 那你是可以直接写成andR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大概做几件事 第一个把刚刚写的这个向下追踪的结果 先存在一个变数R里面 然后再利用这个R把资料串在这个A36的位置 所以把36上面加上那个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有没有两个再加一个R 然后把and前后空白 然后这个最右边的部分就是andR 这样OK了 那其他如法炮制 那这样的话美元折线图OK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run一下 那这个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到底验证一下 到底对不对 那我的习惯还是会把它移到这边来 然后呢 习惯上就是会把VBA放到下面让它run一下 我可以看到结果在上面显示 这样子 执行 不对 它在上面 Ctrl向上 在这里啦 OK这样 执行的话呢 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那刚刚的话只会出现的日期是到21号 那因为我向下追踪 你会说得到269那没错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美元的汇率 其实在前这个月初的时候 其实到10月底都算高点 最高大概就是32.4多 我记得好像32.5吧 OK 然后呢 到最近就下滑了 到昨天 滑到只有31.26 那真的差了多少 差了一块多 一块二 一块钱大概就3.3% 3%多一点 所以呢 大概差不多才几天的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利 假设算利息的话 你等于是净损 就等于是净损大概3%多了 哇 那这样算起来年利率的话再乘以12 那哇 那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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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时间 如果你假设啦 你懂得把它卖掉的话 哇 你就损失没那么大 如果假设啦 你刚好是这一段时间 刚好买美元的话 哇 你就整个损失 你那个利息都不够 因为现在利息 美元的会 利息其实 你存那个现在台湾的银行都好 3 4% 4%大概有4% 可是我觉得它好像感觉就是有点像那个 是不是有点像耳一样 给你掉 掉你 然后让你上车 然后上车之后跌下来 感觉 这个我好像遇过很多次这一次状况 你只要看到那个利息很高的时候 千万不要上当 我不知道 我不是那种 对这个我不是非常 当我遇到好几次是这样的情况 看到那个利息很很高 就想说 哇 那我就我就存好了 因为没存了之后马上就跌了 OK 所以这可能还是要特别小心一下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是加了这个东西 我刚刚讲 就是把这个 向下最终加到这边来 OK 好 那其他的话当然呢 全部折线图呢 上个礼拜也是一样 我们到36 这边36 所以有 一样的方法 不过这个复杂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就是 甚至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复制好了 复制一下 贴到全部折线图的第一行 然后把它贴上 好 第一个OK了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的方法 这个A1到A36 那它这个是一个自串 所以刚好头跟 它不是在尾巴喔 有没有 尾巴还有个斗点 所以不能用那个刚刚那个 串在右边喔 你儿子一样的方法 把36选起来 双跳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R就可以了 哇 这一招我觉得蛮安全的 所以我建议喔 你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尽量 选择那个安全的写法 这样你写起来 我觉得你会 比较不会有挫折感 因为绝对不会写错 千万不要自己发明什么奇怪的招 然后呢最后很容易写错 那千万不要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喔 记得这边加了 那第二个36在哪里 在这里 它刚好是前面也没有 后面也没有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36的话 那非常简单 直接呢 把它的前后双引号 跟那个36直接delete掉 直接加一个R就可以 所以And R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喔 这边可能要特别小心喔 原来的36把它改成这样子 这个跟刚刚一样啦 那后面比较特别 本来是上面是一个什么 双引号36 有没有 放在这边嘛 那你直接加一个And R就可以了 好 完成啦 那这样的好处喔 就是将来的话 不管说它的那个 资料增加或减少到哪里 它一律呢会自动调整 比较就不会有那个刚刚的问题啦 OK 所以这个部分我来试一下喔 然后把它删掉一下 然后全部折线图跑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11月29有 这个也有 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都有了 有没有 每一个都自动跑出来了 感觉还蛮好的 自动都跑到它应该跑的位置上面 OK 所以 这样跑出来啦 我觉得蛮方便的耶 因为感觉就非常的自动 那假如说呢 你不会写程式的人喔 光这些这件事情 你可能要做一个早上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明天又再来一个早上 那人家是写程式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做 按一下按钮嘛 然后下载一下嘛 OK了 这边中断点这个 我刚刚中了 资料下来了 然后呢 画一个图 又画一个新的图了 那每天自然就会有新的图出现 他如果要做一些后续的啦 比如说他做一些这个简报啦 或者是做给老板资料啦 他就直接可以把这些资料提供给老板 这样就OK了 你事情就搞定了 不然的话呢 老板可能每天盯着你要 你资料给我的没 资料给我的没 OK 你每次都慢慢来 那他会觉得说 哇你这到底怎么效率这么差 你是在摸鱼 还是实在是太弱了 怎么样 我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偷懒 是真的是不会做 所以如果你假设会写程式的话 事情应该就简单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请你把刚刚的这个 上个礼拜的那个什么 全部折线图啦 美元 我刚刚是先改那个美元折线图 当然你说人民币折线图 你要不要改 我建议你改一下吧 反正就顺便 然后全部折线图也改一下 全部折线图 利用刚刚那个 然后这边再加一下 这样OK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来看 那再来的话 其实 其实上个礼拜 我们大概原则上 就大概这几个吧 所以理论上我是建议 如果你假设有一个sup 你干脆就加一个按钮吧 这样好像会比较OK一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把它让开好了 假设我们有做过 上面还有什么 美元跟欧元吧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这个 顺便加一下好了 美元欧元 然后我的习惯是 拿它原来的按钮来复制 来改比较快 为什么比较快 因为它会长一模一样大 所以我就拿这个 那如果你要选按钮的时候 你记得按Ctrl键就可以选 按Ctrl键 然后再选它 那如果你要复制的话 按右键复制就可以了 那比如这个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美元折线图 上面的名称也把它改一下 所以未来呢 我希望说在期末报告 反正你们尽可能去做一些按钮 那按钮的话 原则上对应的就是 那个一个Sub 所以一个Sub就是一个按钮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按钮 罗列出来 那你就直接 如果要run它的话 就直接把它run一下就OK了 所以我们还有欧元折线图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你有写 你想要把它秀出来的话 那呈现的方法就是按钮最简单 所以美元折线图 这个应该改了 那人民币的话好像没改 没改的话好像到21 所以如果你要改的话 当然很简单 就是再把这个同样的方法再改一下 那其实理论上 层次是这样 你越写会越熟 你将来就会觉得 其实没什么 OK 而且越写 这个越觉得还蛮OK的 而且应该回不去的 你懂得快的方法 你怎么会想要再用慢的方法 对不对 像你已经习惯做那个 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坐快车 你只要你坐慢车 你就会觉得 这好慢喔 怎么会这么久还没到 OK 就有时候坐公车 好像如果有捷运可以搭 当然就搭捷运吧 不然公车有时候 而且公车其实 尤其下班时间真的很不舒服 常常在紧急刹车的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当然就是说 尽量我们想一些 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可以解决问题 OK 好 而且现在各行各业 尤其是比较大的 像半导体厂 那种薪资比较高的 它其实要求你也要求得非常高 所以你这样 假设你希望到薪资比较高的工程 其实它也会要求你很多 因为我看它开出条件 哇 洋洋傻傻的 你不是只做这些事 可能要做 你要懂的东西很多耶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 好像 而且我发现不管哪个 哪一个这个领域的 它最少都要要求 电脑方面的技能 然后再来语言方面 能力可能也要不错 OK 所以假设你将来希望能够 有比较好的发展的话 那当然可能尽可能的多学一点 而且甚至那个程式语言 它可能还不只要你 會ESAL跟VBA 可能至少你还要 会其他语言 像Python可能也要会一下 如果是商学院的话 可能还要会R语言 OK 或者其他可能 它不会嫌你会太多 如果你想要证明说你真的会的话 我是蛮推荐各位 所以你就不然尽量去多累积经验 如果你没有经验你去考证照 不然的话你怎么证明说你是会的 尤其是你是一个 刚毕业的毕业生 如果你只是有个文凭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会相对的是比较弱一点 OK 如果你要要求很高的薪水 那应该是不太可能 好 那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的这个 折线图部分再加一下 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下 这边把它删图 然后美元折线图OK 人民币OK 欧元OK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然后再来就沾掉图 全部折线图就OK了 那试一下 这个地方 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把它就是补上那个向下追踪的 那这样感觉 那只是说呢 如果将来这个图摆放的方式 我好像上个礼拜有提到 如果说我们不想说 我看一下上个礼拜有没有特别讲到 上个礼拜好像就讲到 修身日期吧 OK 那如果假如我希望跑出来的图 像这个全部折线图就是从上到下 全部都串就是一个一个 一个的话就横向一个 那假设 我要改一下 你们也想想看有没有方法 我希望是这样 就是我一次不要一次横向放一个 我是希望横向放两个 也就是美元先放到这边 这个是美元 那人民币不要放下面 请你帮我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它的右边 所以这个变美元放第一个 人民币放第二个 那再来欧元的话放第三个 再来好像是什么 美元跟日元吧 OK 所以这样子放 3 4 5 6 7 8 9 又施兰 那假设我希望 让它可以横向放两个的话 那我程式应该如何写 OK 跟各位讲 如果你实在刚开始想不出来没关系 你可以先想 就像我们之前一样的方法 有没有 美元折线图 我们是怎么想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先怎么样 把那个美元折线图来改一下 那我如果要让它变成一个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在这个美元折线图 这个再复制一下 我也许把它贴到底下 记得喔 名称一定不能一样 所以把它改成美元折线2 那如果要让它变成左边一个的话 很简单嘛 你就把它什么呢 把它宽度有没有 不要让它变成这么宽 让它变窄 我把它删掉一下 把它删除一下 那再来的话 怎么让它变成很窄的一半而已 很简单嘛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记得一个 它的那个什么宽度有没有 宽度就是点Vis嘛 所以你把那个宽度改成多少 改成5比较好的 美元折线图2 所以我们拿上面这个来改 美元折线图2 把它宽度改成5的话 那你再把它run一下 你会发现喔 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 它就只有一半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R 到R的位置 所以如果人民币要再换到下面的话 那一样拿人民币折线图拿来改 比如说一样把人民币折线图这个sup 我们复制到下方 有没有 改个2好了 我们不要同样名称 然后呢 如果要把它放在它的右边的话 那要改哪里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吧 你可以看到这边嘛 第一个的话一定也是宽度一样五个 然后坐标的话呢 记得本来是M1 对不对 把它改成R1就可以了 所以喔 要改的地方 人民币折线图好像比较多一点吧 第一个的话就是把这个 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坐标把它从M11 不 M不是11 应该是M1 R1才对 因为它已经向下 那这边不能向下 因为它跟它水平是同样的 所以是R1 这边的话一样改成什么 R1 OK 不是R11 R11的话会跑到下面去 然后再来还有改哪里 改这边 改成乘以5 这样就OK了 所以喔 再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改 变成改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坐标跟宽度 跑出来 怎么没有画东西出来 我看一下资料 C的资料 A1到 A1到 图的位置是OK 但是这个 Source部分的话 好像不太OK 我看一下 我把它删掉重跑一下 所以这个 把美元折线2跑一下 人民币折线2再跑一下 为什么跑到这边 宽度 我改错了 OK 应该是 等一下 感错了自己一下 所以程式太多的时候 一定要 心要够近 不然会很容易发生错误 OK 这边应该是这样 这个 所以我以前写程式 最怕有人干扰 所以以前都是躲起来写 这样找一个完全安静 没有人干扰的地方 OK 好第一个喔 改这个 人民币折线2 然后再来这边改成5 宽度改成5 高度不变 一样是10列 然后把旧的删掉 再跑一下 OK 那确定是OK的话 那再来我们再思考一下 所以美元折线2 然后人民币折线2 OK 执行一下 看会不会OK OK了 所以理论上这样是行得通的 但问题来了 它有10个栏位 目前就解两个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把刚刚的这个规则 理一下 也就是说呢 美元折线2 其实就改一个 改个地方 宽度改一下 有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的坐标 那下一个人民币 变成不是在下面 而是在它的右边 所以这边的数字 一样是1 等于是在1的位置 然后它的那个 蓝的位置要在R OK 所以要怎么样改 可以想到 宽度一样是5 所以我们可以把 全部折线图的部分 一样复制 然后在底下 再加一个全部折线图2 好了 那再来想想看 如何改 跟各位讲 那没有绝对答案 你如果想得出来 都可以 但前提是程式不要太复杂 OK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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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